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 癌友互助会聚会日 这一次志工要在公园 宣导癌友曙光学习营 大家都来动起来 是因为癌友互助会有这个学习营 学习营其实在4月29号 可是我们是想凝聚癌友的力量 大家来共同制作 老生加油喜事 做一样事情 很多人都参与宣导 而且都是癌友还是关怀主缘 凑在一起的 志工群中有来自人医会 也有的是癌友 当中有人第一次入人群宣导 被拒绝了 再继续拍 还是再继续拍 因为不一定 十个里面 总有一两个可以接受 当你接受你的信息又回来 志工分享自身经历 希望破除大众对癌症迷思 我要把这个资讯传达给那些大众知道 不只是大众 还有一些病患 他们不能走出来的 他的家人可能可以传达给他知道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不错 很好 因为它是整个配套的 从开始预防 然后饮食方面 然后怎样去面对 怎样克服 怎样去接受这个 要是有遇到这个病况的时候 我们众人要怎样去接受他了 自继癌友互助会提供癌友互动关怀平台 透过举办一日研习营 期许普罗大众能正确认识医疗讯息 大众新闻真善美之工 陈金湘 杨文辉 马来西亚报道 活得多好啊 还有俗话 十月二十九日 欢迎你 提供